在想聊聊說文夏大哥跟您之間的那些很印象深刻的事情跟你們今天的情感還有以前的故事 我們是跟他們相差大概有十年的這個輩分 所以他是算我的前輩 那我們從小也是聽他的歌 那他的為人很正直很坦白也不會有什麼花俏 有什麼話就是講什麼話 那麼聽他家人說說在到末期生病的時候末期他還有那個勇氣說 我現在好起來我要再來開演唱會 人生生命都是有限 結果他現在上天堂去開演唱會 他去找紅一鋒 那 豬高梁又在那 後藝衡也在那 朱祺林 演唱會的朱祺林都齊全了 還有 還有年明明人 過去有什麼都在那 他去那絕對賣無朋友 我們也祝他一路好走 他也很有福氣 很有口福 他可以吃到九十四歲 我們都是每一個人都要走的一條路 那也祝他一路順風 台灣的聽眾 全世界聽懂閩南歌的人都會很懷念他 在歌壇 台語歌壇 他是貢獻非常大的 延續下來到現在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